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 我们都愿意在基督之内与众位兄弟姐妹共荣相同 耶稣将祂自己的圣体圣血交给我们 祂愿意与人类共荣 祂选择了我们 去进入祂的圣体圣血的奇妙当中 我们很有幸 在众人之中被选择 去领受祂的圣体圣血 当我们与主基督结合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的肢体与首领的结合 这个结合 就是使得我们的教会更加冲撞成长 更加壮健 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 建立了圣体圣事 耶稣很有趣的 祂愿意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 去教导我们 今天那些门徒可能很心急 要知道在哪里去吃这个愚节的晚餐 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准备 但是耶稣的门徒又好像觉得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准备呢 门徒问耶稣 你愿意我们到哪里 给你们预备吃愚月节晚餐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没有告诉他哪里 但是他打发两个门徒 我们都相信耶稣在他的心里面 都已经有这两个门徒 耶稣也都跟他们说 你们往城里去 必有一个拿着水冠的人 应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走 其实那些门徒都可以问的 耶稣在那城里面 有很多人欺来仰望 会不会都有不止一个的人 拿着水冠迎面而来 我们跟谁啊 我们可能不知道去哪里的 可能我们都可以觉得 这个问题是合理的 但是这些门徒都没有这么问 而这个拿着水冠的人 去哪里 他们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他们去一个 很好的地方 就会跟着他们进去 去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不会跟着他入呢 他无论进入那里 你们就对那家主说 师父问 我同我的门徒 吃如月节晚餐的客厅在那里 他别只给你们 一间铺设好的宽大楼厅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吧 门徒都没有问 那这个家主是谁啊 会不会找错的 门徒都没有这么问 所以耶稣这个派遣呢 好像告诉我们 我们听不需要知道哪个 也都不需要知道什么地方 但是耶稣已经预先有他的安排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吧 这个就回答了 门徒的问题 你愿意我们到那里 给你预备吃如月节晚餐 这两位门徒 都很听重耶稣的说话 而他们也都遇到 正正是耶稣曾经 跟他们所说的 他们也都很忠信地 准备这个的 如月节晚餐 而耶稣就是在这个境遇里面 建立了圣体成事 耶稣愿意用一个奇妙的方式 进入我们当中 我们习惯吃饼 我们也习惯喝葡萄酒 耶稣就用饼和葡萄酒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祂愿意自己成为饼 愿意自己成为酒 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们正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 祝福了 麦开 第二句 他们说 你们拿去吃饭 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将自己的身体 以饼的形状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习惯了吃饼 所以当我们吃饼的时候 以后我们都要了解 我们吃这个饼 不是普通的饼 而是基督的身体 你们拿去吃饼 你们拿去吃饼 这是我的身体 同样 耶稣也都用这个的葡萄 汁 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稣又拿起杯来 祝祂了 帝给他们 他们都从那杯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的血 盟弱的血 为大众而倾留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决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我在天主的国内 喝新酒的那天 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葡萄汁 其实是讲这个葡萄酒 他愿意我们都喝这个葡萄酒 这个酒成为了他的血 耶稣转化了这个葡萄酒 使到这个葡萄酒 能够成为他的胜血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我们已经在今世 有这个恩宠 去喝这个的新酒 我决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我在天主的国内 喝新酒的那天 让我们在今世 已经能够喜乐地 喝耶稣基督的新酒 让这个的饼 和这个的葡萄汁 这个的葡萄酒 使得我们能够 更加进入基督的奇妙当中 进入祂的恩宠当中 进入我们的共用当中 我们的被损 我们的被派遣 都和耶稣基督的补血 耶稣基督的身体 有莫大的惯念 让我们不要离开主耶稣 经常领受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血 使得我们能够 在基督的身体内 获得丰盛的生命 愿天主永寿赞美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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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